记者贺敬贤台北报道,台湾第一名模特,林志玲农历年前,被爆免疫系统失掉,暂停演绎工作,年号现身比以前原位一圈,日族穿着沙裙看来步步隆起,因此被说又运。 记者贺透过助理澄清,自己是因为治疗身体不用抗生素,才会肿了一些,且林志玲很无奈,表示以前她被大家说太瘦很憔悴,现在才远回一点,而且还是比一般人瘦,就会被说成怀孕,可见大家对她超级关注。 事实上,林志玲也透过助理解释,她当天会看来肚子叫隆起,是因为穿了沙製的小洋装,才会有这种错觉效果。 而同时间,44岁的日本女性公子里会,也在参加日本奥斯卡时,因为穿的洋装是沙制,所以看起来肚子突起。 加上她一直被传奇将于三天刚结婚,所以玉梅才胎已有孕,玉梅还分析44岁的女性,究竟怀孕的几率有多少。 公子里会与林志玲同龄,日美书怀孕几率只有30%-40%,但签证字,我国海有62岁女性顺利缠此消息,因此一切仍待时间判定真相如何。 公子里会日前参加日本奥斯卡,也被说有孕,此次网络林志玲不要拜扶,被已有孕,翻设自微博公子里会中,穿杀群里辅导,知识学膨胀,作为网拉铃,此次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